2023年国立8月16日 也就是今天是农历 7月1日 大家好我是小郭 农历七月是国人俗生的鬼月 是充满禁忌的月份 许多长辈都会叮咛这段期间 不论是生活习惯 或是出游玩乐都需特别注意 不管大家信或不信 无论信仰如何 还是抱着尊重的心态 平安地度过农历七月吧 农历七月鬼月生活六大禁忌 1.不要结婚 很多好兄弟都还没结婚就去世 在鬼月结婚 如同向他们炫耀 会召来好兄弟的嫉妒 2.不要开市 鬼月开市不是好的开始 往往经营不顺利而收藏 3.不剪红包 应该平常就不能剪 走在路上看到红包袋 千万不要随便剪食 因为那很有可能会替你带来 鬼妻或是招来好兄弟跟随 4.不乱说话 职场家庭或朋友间也是 行经商里 既市场所要注意言行举止 切入乱说话或态度轻浮 心里也不可以有不敬的念头 小心被好兄弟盯 5.不能前仙叠仙 多学习 充实自己卡实在 鬼月千万别因为一时兴起 而完全仙 蝶仙那类的恐怖游戏 小心脱不了身而带来大麻烦 6.不猜他名字 可以猜狗时让自己好运 路上看到洒落的名字 千万不要猜他 更不要乱伤名字引来好兄弟 在居家上就不要开工动土 入错 买房我是觉得买没关系 等过龙历七月在家屋就好 挂灯笼 挂风铃 避免阴暗 避免潮湿 晚上晒衣服 双星家庭要白天晒衣服真的很困难 感觉在龙历七月竞技似乎很多 但只要星辰则灵 多做好事 老实说 我觉得人还比较可怕哈哈